Hello,大家好,今天我们做日式大碗饭 日本人叫Dongguri 那Dongguri呢,有好多种类 你可以放各式各样的素菜 然后上面呢,铺上不同种类的肉类 鸡肉,牛肉,猪肉,或者海鲜都可以 那就变成不一样的大碗饭 那它的底料呢,是一模一样的 你记老,它是4比1比1的量 盖一碗饭 今天我们做牛肉的 用火锅牛肉,最合适 长条,简短 配菜有洋葱丝,胡萝卜丝 和卷心菜,就是包菜 还有一颗鸡蛋 那做Dongguri,最好是小小的锅子 直径与大碗相近为好 4比1比1,4来了,就是水 放4份清水 1份生抽 1份砂糖 这是偏甜的口味 如果你不喜欢太甜,可以减糖 如果口味再重一点,可以加一些盐 先放入蔬菜 不容易煮烂的 或者是不怕它煮烂的 放在底层 菜可以放满一些 因为它煮开后就会缩水 煮开后呢 可以用小火 把菜再煮烂一点 然后牛肉下 一片一片铺上去 分布均匀 最后打一个蛋 盖在上面 蛋黄轻轻戳破 尽量不要让它散开 盖上盖 等蛋凝固 这边呢 赶紧盛好一碗热饭 那冷饭也可以用 但是要打松 热到它滚烫 然后这锅就可以盖上去了 那不是这样直接倒上去 是这样慢慢的漂 慢慢的漂到碗里 这样才能完整 漂亮 如果你喜欢葱花 这个时候趁它热火 可以撒一些 好 今天这个视频就到这里 我们下次再见 拜拜